只是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 那不过是一个新奇的假设 与现实毫无关系 一直现在几乎被遗忘了 真空衰变的概念最初出现在 1980年《物理评论》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 作者是希德尼、科尔曼和弗兰克·德鲁西亚 早在这之前 迪拉克就指出 我们宇宙中的真空可能是一种伪真空 在那似乎空无一物的空间里 幽灵般的虚粒子在短的无法想象的瞬间出现又消失 这瞬息间创生与毁灭的剧情 在空间的每一点上无休止的上演 使得我们所说的真空实际上是一个沸腾的量子海洋 这就使得真空具有一定的能级 科尔曼和德鲁西亚的新思想在于 他们认为某种高能过程可能产生出另一种状态的真空 这种真空的能级比现有的真空低 甚至可能出现能级为零的真真空 这种真空的体积开始可能只有一个原子大小 但它一旦形成周围相邻的高能级真空 就会向它的能级跌落 变成与它一样的低能级真空 这就使得低能级真空的体积迅速扩大 形成一个球形 这个低能级真空球的扩张很快就能达到光速 球中的质子和中子将在瞬间衰变 这使得球内的物质世界全部蒸发 一切归于毁灭 以光速膨胀的低能级真空球 将在0.03秒内毁灭地球 五个小时内毁灭太阳系 四年后毁灭最近的恒星 十万年后毁灭银河系 没有什么能阻止球体的膨胀 随着时间的推移 整个宇宙都难逃劫难 排险者说 他的话正好接上了大多数人的思维 难道他能看到人类的思想 排险者张开双臂 做出一个囊括一切的姿势 如果把我们的宇宙 看作一个广阔的海洋 我们就是海中的鱼 我们周围这无边无际的海水 是那么清澈透明 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它的存在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 这不是海水 是液体炸药 一粒火星就会引发毁灭一切的大灾难 作为宇宙排险者 我的职责就是在这些火星 燃到危险的温度前扑灭它 丁吉说 这大概不太容易 我们已知的宇宙 有二百亿光年半径 即使对于你们这样的超级文明 这也是一个极其广阔的空间 排险者笑了笑 这是他第一次笑 这笑同样毫无特点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你们已经知道 我们目前的宇宙 只是大爆炸 焰火的余晋 恒星和星系 不过是仍然保持着 些许温热的飘散的灰烟罢了 这是一个低能级的宇宙 你们看到的 类星体之类的高能天体 只存在于遥远的过去 在目前的自然宇宙中 最高级别的能量过程 如大质量物体坠入黑洞 其能级也比大爆炸 低许多数量级 在目前的宇宙中 发生创始级别的 能量过程的唯一机会 只能来自于 其中的智慧文明 探索宇宙 终极奥秘的努力 这种努力 会把大量的能量 聚焦到一个微观点上 使这一点达到创始能级 所以 我们只需要监视 宇宙中进化到一定程度的 文明世界就行了 松田诚一问 那么 你们是从何时期 开始注意到人类呢 普朗克时代吗 排线者摇摇头 那么是牛顿时代 也不是 不可能远到 亚列士多德时代吧 都不是 排线者说 宇宙排线系统的运行机制 是这样的 它首先通过散布在宇宙中的 大量传感器 坚实有生命出现的世界 当发现 这些世界中出现 有能力产生 创始能级 能量过程的文明时 传感器就会发出报警 我这样的排线者 在收到警报后 将清理那些世界 今世其中的文明 但除非 这些文明 真要进行创始能级的实验 我们是绝不会对其 进行任何干预的 这时 在排线者的头部左上方 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正方形 约两米见方 正方形充满了 深不见底的漆黑 仿佛现实被挖了一个洞 几秒钟后 那黑色的空间中 出现了一个蓝色的地球影像 排线者指着影像说 这就是放置在 你们世界上方的传感器 排下的地球影像 这个传感器 是在什么时候 放置于地球的 有人问 按你们的地质学纪年 在古生代末期的石碳级 古碳级 那就是三亿年前了 人们纷纷惊呼 这 太早些了吧 总工程师敬畏地问 早吗 不 是太晚了 当我们第一次到达石碳级的地球 看到在广阔的 钢瓦纳古路上 皮肤湿滑的两栖动物 在原生松林和枣子中爬行时 真吓出了一身冷汗 在这之前的相当长的岁月里 这个世界都有可能突然进化出技术文明 所以传感器应该在古生代开始时的 韩武纪或傲逃纪就放置在这里 地球的影像向前推来 充满了整个正方形 镜头在各大陆间移动 让人想到一双警惕巡视的眼睛 排弦者说 你们现在看到的影像 是在更新世纪末期拍摄的 距今37万年 对我们来说 几乎是在昨天了 地球表面的影像停止了移动 那双眼睛的视野固定在非洲大陆上 这个大陆正处于地球黑夜的一侧 看上去是一个 由稍亮下的大洋三面围绕的大模块 显然大陆上的什么东西 吸引了这双眼睛的注意 焦距拉长 非洲大陆向前扑来 很快占据了整个画面 仿佛观察者正在飞速冲向地球表面 陆地黑白相间的色彩 渐渐在个案中显示出来 白色的是第四级兵器的积雪 黑色部分和模糊是森林还是布满乱石的平原 只能由人想象了 镜头继续拉近 一个雪原充满了画面 显示图像的正方形现在全变成白色了 是那种夜间雪地的灰白色 带着暗暗的淡蓝 在这雪原上有几个醒目的黑点 很快可以看出那是几个人影 接着可以看出他们的身形都有些驼背 寒冷的夜风吹起他们长长的披肩乱发 图像再次变黑 一个人扬起的面孔充满了画面 在微弱的光线里 无法看清这张面孔的细部 只能看出他的眉骨和颧骨很高 嘴唇长而薄 镜头继续拉近 这似乎以不可能再近的距离 一双深陷的眼睛充满了画面 黑暗中的铜人中有一些银色的光斑 那是映在其中的变形的天空 图像定格 一声尖利的鸣叫响起 派弦者告诉人们 预警系统报警了 为什么 总工程师不解的问 这个原始人仰望星空的时间 超过了预警阀值 已对宇宙表现出了充分的好奇 到此为止 已在不同的地点 观察到了实力这样的超限世界 符合报警条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前面说过 只有当有能力 产生创始能及能量过程的文明出现时 预警系统才会报警 你们看到的 不正是这样一个文明吗 人们面面相觑一片茫然 排弦者露出那毫无特点的微笑说 这很难理解吧 当生命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时 据他最终解开这个奥秘 只有一步之遥了 看到人们仍不明白 他接着说 比如地球生命 用了四十多一年时间 才第一次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 但那一时刻 据你们建成阿因斯坦迟到 只有不到四十万年时间 而这一进成 最关键的加速期 只有不到五百年时间 如果说 那个原始人对宇宙的几分钟凝视 是看到了一颗宝石 其后 你们所谓的整个人类文明 不过是 弯腰去使他罢了 丁仪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要说也是这样 那个伟大的忘星人 排行者接着说 以后 我就来到了你们的世界 侵蚀着文明的进程 像是守护着一个王国的孩子 周围被火光照亮的宇宙 使着孩子着迷 他不顾一切地 把火越燃越烧旺 直到现在 宇宙已有被火烧毁的危险 丁仪想了想 终于提出了人类科学史上 最关键的问题 这就是说 我们永远不可能 得到大统一模型 永远不可能 弹制宇宙的终极奥秘 科学家们 呆呆地盯着排行者 像一群 在最后审判日里 等待宣判的灵魂 智慧生命 有多种悲哀 这只是其中之一 排行者淡淡地说 松田成一声音颤道地问 作为更高一级的文明 你们是如何承受这种悲哀的呢 我们是这个宇宙中的幸运儿 我们得到了宇宙的大统一模型 科学家们行众的希望之火 又重新开始燃烧 丁仪突然想到了另一种恐怖的可能 难道说 真空衰变 已被你们在宇宙的某处处发了 排行者摇摇头 我们是用另一种方式 得到的大统一模型 这一时说不清楚 以后 我可能会详细地讲给你们听 我们不能重复这种方式吗 排行者继续摇摇头 时机已过 这个宇宙中的任何文明 都不可能再重复它 那请把宇宙的大统一模型 告诉人类 排行者还是摇头 求求你 这对我们很重要 不 这就是我们的一切 丁仪冲动地去抓排行者的胳膊 但他的手毫无感觉地 穿过了排行者的身体 只是蜜蜂准则 不允许这样做 只是蜜蜂准则 这是宇宙中文明世界的 最高准则之一 它不允许高级文明 向低级文明传递知识 我们把这种行为 叫知识的管道传递 低级文明 只能通过自己的探索 来得到知识 丁仪大声说 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准则 如果你们把大统一模型 告诉所有可求宇宙 最终奥秘的文明 他们就不会试图 通过创始能级的高能实验 来得到它 宇宙不就安全了吗 你想得太简单了 这个大统一模型 只是这个宇宙的 当你们得到它后 就会知道 还存在着 无数其他的宇宙 你们接着 又会渴求得到 制约所有宇宙的 超统一模型 而大统一模型 在技术上的应用 会使你们拥有 产生更高能量过程的手段 你们会试图 用这种能量过程 击穿不同宇宙间的壁垒 不同宇宙间的真空 存在着能及差 这就会导致真空衰变 同时毁灭两个 或更多的宇宙 知识的管道传递 还会对接受 它的低级文明 产生其他 更直接的不良后果和灾难 其原因大部分 你们目前还无法理解 所以知识密封准则 是绝对不允许违反的 这个准则 所说的知识 不仅是宇宙的深层秘密 它是指 所有你们不具备的知识 包括各个层次的知识 假设人类现在 还不知道牛顿三定律 或微积分 我也同样不能传授给你们 科学家们沉默了 在他们眼中 已升得很高的太阳熄灭了 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 整个宇宙 顿时变成一个巨大的悲剧 这悲剧之大 之广 他们一时还无法把握 只能在余生细水长流地受其折磨 事实上他们知道 余生一无一一 松田成衣瘫坐在草地上 说了一句 后来成为明言的话 在一个不知的宇宙里 我的心脏懒得跳动了 他的话 导致了所有物理学家的心声 他们目光呆滞 欲哭无泪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丁怡突然打破沉默 我有一个办法 既可以使我得到大统一模型 又不违反知识 蜜蜂准则 排先者对他点点头 说说看 你把宇宙的终极奥秘告诉我 然后毁灭我 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排先者说 他的回答不加思索 十分迅速 紧接着丁怡的话 丁怡欣喜若狂 你是说这可行 排先者点点头 人们 是这么称呼 那个巨大的半球体的 它的直径五十米 底面朝上 球面向下 放置在沙漠中 远看像一座稻缝的山丘 这个半球 是排先者用沙子组成的 当时沙漠中出现了一股巨大的龙卷风 风中那高大的沙柱最后凝聚成这个东西 谁也不知道 它是用什么东西 使大量的沙子聚合成这样一个精确的半球形状 其强度使它球面朝下放置 都不会解体 但半球这样的放置方式 使它很不稳定 在沙漠中的阵风里 它有明显的摇晃 据排先者说 在它的那个遥远世界里 这样的半球是一个论坛 在那个文明的上古时代 学者们就聚集在上面 讨论宇宙的奥秘 由于这样放置的半球的不稳定性 论坛上的学者们 必须小心地使他们的位置 均匀地分布 否则半球就会倾斜 使上面的人都滑下来 排先者一直没有解释 这个半球形论坛的含义 人们猜测它可能是暗示 宇宙的非平衡态和不稳定 在半球的一侧 还有一条沙子构筑的长长的坡道 通过它可以从下面走上祭坛 在排先者的世界里 这条坡道是不需要的 在纯能化之前的上古时代 它的种族是一种长着 透明双翼的生物 可以直接飞到论坛上 这条坡道是专为人类修筑的 它们中的三百多人 将通过它走上真理祭坛 用生命换取宇宙奥秘 三天前 当排先者答应了丁怡的要求后 事情的发展令世界恐慌 在短短一天时间内 有几百人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这些人除了世界核子中心的 其他科学家外 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 开始只有物理学家 后来报名者的专业 跃出了物理学和宇宙学 出现了数学 生物学等其他基础学科的科学家 甚至还有经济学和史学这类 非自然科学的学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